嗨 大家好 我是那個大家身邊一定都有的Moke Kevin 這是本頻道的第一部影片 所以我先說說為什麼會有這部影片吧 因為我平常自學一些生產能力軟體或內容的習慣 而且對某些軟體的使用也算是很有心得 所以之前一直嘗試想做一些工具的教學影片 但是在蒐集很多的資料 而且寫了很多企劃 卻反而因為自己的超級拖延症而一直發作 提不起進去做第一部影片 直到我看到了這個 前一陣子看到Sonia的YouTube影片 裡面有提到一個叫最小法則概念 那這個最小法則應該是他創的詞 但我沒有查這個詞的相關說明 但總之他的意思就是說 先去追求有做就好的小小行動 然後仔細想想 也確實如此 有時候做一件事情先有一個小起點 才比較容易把事情給繼續做下去 加上我本來自己就有學習過程紀錄的習慣 而且前一天我在學某些內容的過程 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 所以在那個moment我就突然醍醐灌點 想說平常大家在網路上看到的一些工具 或者是內容教學 雖然很多都是大神級的教學 但難道大神一開始就是大神嗎 那如果先把這些學習的過程紀錄做成一個比較簡單的影片 一方面也許看這樣的過程就可以讓那些想學這些新工具的人 但覺得他門檻很高的人可能提前有一個心理的建設 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治療我的超級拖延症呢 OK 總之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有今天的這部影片啦 OK 那既然有了這個想法 我又可以學什麼呢 因為好幾年前我曾經想過一個 結合英文和中文做自己名字LOGO的構思 而且LOGO還蠻適合做成向量圖檔 因為向量圖檔的特性是 不管把它放得多大 它邊緣都不會有巨齒 不過也是一直超級拖延症把它做 所以沒有把它做出來 然後我又想到說 原本前一陣子看到Papaya電腦教室的影片 他是一個YouTube裡面非常有名的軟體教學高手 如果大家想學軟體操作的話可以去看他的頻道 然後他前不久有出一部影片叫做Affinity Designer 然後那是一個專門用來做向量圖的軟體 那時候我只是看到標題但沒有去做影片 但自從突然蹦出這個學習過程的紀錄想法後 我就想說那我乾脆來看看Papaya的影片 嘗試學習做這個 學這個Affinity Designer 看是不是可以把以前的這些構思的logo給做出來吧 不過在開始之前我要先說一個前提 就是說我雖然沒有學過Affinity Designer 不過因為我長期也是碰過很多其他的軟體 甚至也有用過繪圖軟體 除了很基本的小畫家之外 也碰過像是Photoshop、Panda.net、GIMP等 大部分的軟體操作邏輯是基於大家已經被養成的習慣去延伸的 所以即使是不同軟體操作的邏輯也是差不多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說我學的比較快 但這不是因為我作弊 可能是因為我只是嘗試從以前用過一些軟體的習慣和邏輯來操作和摸索 所以也許你平常沒有在學軟體操作 那你可能會學的比較慢 或者是說你平常學的工具比我還要多 那你可能甚至會學的比我快 這會因人而異 但是我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 會需要查東西或練習 所以我會盡量把這段學習的過程 遇到的問題重點結錄出來 以及如果遇到問題 那我的解決方式或者是探索思路是什麼 那希望可以提供大家對學習心理建設 會有更多一點幫助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學習過程 那因為學習時間很長 所以我用加速播放加上解說 以及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練習過程就不特別錄了 好那我們開始 首先就是我先看Papaya的學Affinity Designer的影片 然後看到一半我就發現我最好安裝 然後跟著操作會比較快 所以就會看到我去下載然後安裝 然後安裝後它會告訴你說要有10天的測試時間 然後後面這邊大概就是我一邊看一邊一邊操作 然後雖然我有下載它的素材 但我沒有特別全部都照著做 因為我這邊只是學知道它的操作方式 但有些功能我知道它在做什麼功能就好 因為我目前目標並不是想要像它學的一樣做得那麼漂亮 我只是想要一個自己的名字的logo 所以我大概知道我想學會哪些內容的操作就好 那我們後面再加速 我們要打招呼 我們要打招呼 這邊大概就是半個小時就是把這個影片給看完了 我先說明一下我的邏輯 就是其實有一次我發現就是 如果把凱這個字拆開來看 可以看作是Kevin的這個字母的稍作變化 那大概是怎麼樣拆解 就是說比方說凱這個字好了 你可以看作這邊是ABCDE的E 然後這邊可以看成I 然後這邊可以看成K躺下來 然後這邊可以看成一個N 那我就想說那這些都湊齊了那是不是乾脆這個可以把它當作是個V 就是說這個V可能這邊缺一口這樣 那這個大概就是整個的思路 OK 那介紹完這個思路之後後面就來看我的製作過程 OK首先我就是把這個英文字先打出來 Kevin 就我挑了幾種不同的我覺得 可能有潛力把它拼在一起 然後但是看起來卻又 跟中文好像有點像的字 先把它排出來 然後我就在底下再找一個我覺得說 比較可能可以排起來也許會比較好看的字 當作底板 就是放在上面去排字這樣子 那後面就是我嘗試排的這個過程 好這大概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那中間我 還有用到一些技巧 比方說可能把一些字母 翻轉 或者說 影片中可能沒有教到 就是說把這個字變成像亮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樣的邏輯 然後 後面就是我 最後找到一個字體 就是我覺得它排起來最好看 然後我就 拿這個字體來就是重組 但是思路跟前面的 做法是一樣的 這個叫 暴力的一個 繁體的字體 微調的差不多之後 我覺得這個形狀已經很符合我想要的形狀 然後最後就是把它 做最後的調整 就是把它 做一個翻轉 然後跟 就是背後加底色 就像這樣翻轉成就可以看到說 KVIE 這個N就是躺著 然後後面就是 可以加上 黑色的底色 然後最後我想說 黑白就是有點單調 在想說 那我後面可以再給它加一個不同的顏色 那最後就是 我覺得這個 藍色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所以我最後就是 把最後這個版本給存到 OK 最後就是截圖下來 那屬於我自己的Logo 就大功告成啦 那以上就是本次學習 Affinity Designers 的製作 那總共花費的時間大概是半小時的學習 然後 將近一小時的 測試跟製作 總計大概一個半小時 就完成我自己的Logo的製作 那雖然這些只是學了一些皮毛 以及算這個Logo也許不怎麼樣 但我自己還蠻喜歡做一些小東西 以及 給自己一些些 小小成就感的這種感受 我覺得千萬不要小看這種 小成就 因為 所有的大成就都是來自於 這些小成就的積累 那而且我們在 科技這個極速發展的時代 網路上有各式各樣的資源 很多事情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學習 像自從 ChatGPT的誕生後 我相信大家 最近應該會更有這樣的感受 那這變化只會越來越快 我們也只能更快去適應 那 這樣多學習不同的東西 除了可以讓我們不斷的 累積小小的成就感 慢慢有更多成就感外 我相信對未來的挑戰也是有幫助的 並不是說 專精於某一個技能 這樣的人才會消失 而是在 如果更遙遠一點未來 如果你都只是專精在 某一個特定的領域 除非 你可以把這個技能真的做到非常頂尖了 否則你的競爭力 有可能在未來會有所變化 那以上就是 原本 一直超級拖延症的我 開始 小成就 學習之旅 那我也會 持續的嘗試把 學習的過程記錄下來 不管是成功或失敗 我想 都可以讓更多的人參考 而對我個人來說 把這個學習的過程記錄下來 除了是一個過程 也代表了自我成長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按讚跟訂閱 那如果有什麼 想要告訴我 或是有問題的 也麻煩你在下方留言 掰掰 掰掰 中文字幕——YK